要怎麼做? 這樣 import這個沒問題 import這個random 然後random取得一個詞 取得一個1到20之間的詞 所以你可以用什麼random 點random range 你點下去其實你打一個random 它有一個random range 你其實點下去它也會提示你 你可以打一個random 其實它有幾種敘述 random裡面有random range 其實還有random int random int其實類似跟random 一樣可以哪個算回到哪個算 而且那個random int就是剛好 你1到20它就1到20 random range是1到21才是1到20 不過兩個方法其實都可以才能亂出 因為我自己的習慣是用random range 為什麼? 因為它跟那個range的那個用法比較像 4回圈後面不是有range嗎? 那所以有的時候如果你又用random int 然後變成說你要記兩種 兩種那種使用方法 所以我乾脆用random range 我想random range其實就跟那個4回圈後面那個range 概念是一樣的 那我就是1到20的話 就是20的後面那個數字就是21 所以1到20這個豆點21就會產生1到20之間的那個range 而且會是一個整數 那整數的話我前面就加一個變數 比如說rnd去接這個乱數 那接到之後的話接下來我有乱數了 接下來剩什麼呢? 使用者輸入看看 所以使用者怎麼輸入呢? 用inputs這個前面講過inputs之後 假如說他今天輸入一個10好了 比如說我10輸入進去 但10inputs會變成自串 那一樣轉型 轉型我前面講過你跟int 或者另外一個叫eValue eValue也可以 像那個證照考試裡面 好像大部分我看他解答都用eValue 不過int結果也ok 只是說eValue跟int最大的差別 int就是直接轉型 那eValue我前面講過 他是這樣比如說我輸入10 他會是這樣雙引號10 他實際上就是把這個雙引號拿掉 變成10 抓裡面的資料 意思說好像應該把形態拿掉 ok 所以 但結果也是會一樣 只是說那個過程不一樣 稍微講一下 因為我也是稍微查一下 原來他這個 會有這種差別 因為感覺好像兩個是一樣的東西 但實際上 中間運作的方式不太一樣 ok 好那再來的話呢 我們就是怎樣 接下來就是做邏輯判斷 這個邏輯判斷的話 當然如果你不跑回圈的話 他就只會判斷一次 那一般是這樣 你可以先做邏輯判斷 判斷什麼呢 但你可能猜得到就是說 如果說這個他給個亂數 然後他也輸入了一個值 接下來要做什麼 做邏輯判斷一負 如果呢 如果呢 那個 他 他那個什麼呢 他輸入的值 假如是什麼 小於什麼 小於RND的話 那可能 我要給他提示 有沒有 那提示的話 當然就是跟他講說 你這個 這個 輸入的值 如果跟他比對之後 你比他小 那你可能要跟他print什麼 print跟他講說 你要怎麼 再高一點 有沒有 OK 比如說呢 你也許啦 因為我前面是輸入那個 敘述比較融長一點 比如說 太 該什麼 太 低 不過這個敘述可能清楚 太低 應該要什麼 高一點 類似像這樣子 那再來的話 當然第二個敘述 第一個 我可能知道邏輯 有第一個可能 就是 他輸入的那個值 是小於 那第二個的話就是 可能性什麼 else if 有沒有 那另外一種是什麼 如果他輸入的值 是什麼 大於這個rnd的話 那當然呢 我要跟他講說 printer一下 跟他講說 你這個什麼 太 高了 然後低一點 所以我把這個 那再來的話呢 一個太高 一個太低 再來還有什麼 就等於 就是所以 就else else的話 那當然就是 恭喜你答對了 所以把他print 恭喜你答對了 所以這邊的話 就加一個敘述 恭喜你答對了 有沒有 這樣子 所以基本上呢 我們可以 用這幾個邏輯 另外還有什麼呢 如果你想到就是 要不然就是 第一個是 等於 兩個相等 就像剛剛那一題一樣 先等於 等於的話 就恭喜你答對了 然後再else 不過寫起來 好像 這種邏輯會 稍微單純一點 因為邏輯儘量 有很多寫法 不過呢 儘量還是 能夠越 越 不要太複雜 越簡單越好 但是呢 這個地方有個問題 就是說 如果你現在這樣的敘述 的話 他只會跑一次 有沒有 如果你現在呢 執行他 按個OK 那我們來試一下 拆 拆的話就是 拆10 Enter 太高低一點 可是你會發現喔 沒有了 結束了 為什麼他跑一次就結束了 他沒有辦法 再讓你繼續拆 所以呢 你要讓他繼續拆的話 記得喔 你一定要怎麼樣 再加一個回圈 那回圈記得 一定要加在哪裡 比如說我加在 這個邏輯判斷的上面 那如果說你今天要給他次數 比如說他只能夠拆個六次 用4回圈 但如果你要一直讓他拆 拆對為止的話 那你就用 File回圈 那File回圈的話呢 也許你可以加在這個前面 加一個File 有沒有 然後呢 空一格 打個True啦 不過打1好像比較快 1冒號 再來的話 就是把那個底下這個按個Tab File一直不斷進入回圈 可是特別注意喔 你如果寫完之後 你就執行 那他會有一個問題 他答對了 還是會進入回圈 還是會進 就變無窮回圈 所以你要有一個出口喔 也就是說如果你使用那個File回圈 你要特別注意喔 一定要能夠有一個地方 可以讓他離開喔 如果沒有離開的話 他會陷入到無窮回圈 那所以我們在File1的下面 當他答對的時候的下一行 打一個那個 離開這個回圈的話 就Break OK把他Break掉 OK 那這樣的話呢 就是當他 到恭喜答對之後的話 他就直接離開 OK 那所以我們來試一下 基本上 這樣子執行的話 假設我先一樣輸入10 特別注意喔 這個地方如果他一直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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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不對 你如果無窮回圈 把他停掉一下 因為忘了什麼 這邊可能還要給他什麼 再讓他輸入 所以這裡的話 你可能要把這一行 如果太高太低怎麼樣 再把這個複製一下 讓他可以繼續輸入 不然的話他沒有輸入的點 特別重要 這個地方的話 就是再把這一行 再讓他輸入 不管是太高或太低 就讓他怎麼樣 再輸入一次 所以他會輸入之後 然後再 再去判斷 OK 不然的話這個值他永遠就會 就是不會變更 如果說 你假設像剛剛為什麼一直跑 因為他沒有變更這個 G的值 所以他會不斷就跑一樣的這個邏輯 反正G的值一定是固定的 所以我們假設呢 再讓他輸入一次的話 那你會發現這個地方 輸入10 Enter 他如果太高太低了 這個時候他就停下來 讓你去變更G的值 重新再做判斷 所以太低 太高了 那就是輸入5 太低了 剩下就 5到10之間 7 太低了 太低的話 那就是再高一點 8跟9 9 Enter 恭喜答對 恭喜答對 那這樣的話呢 如果答對的話呢 他就跳離回去 就剛好 BREAK OK 就跑這個邏輯 那這個部分的話呢 就是說 他就是會 不斷不斷讓使用者拆 可是假如說我今天希望怎麼樣 如果我今天希望 我 不要讓他不斷拆 而是說讓他可以 只拆幾次 比如說可能只拆三次好了 嚴格一點 不然你會發現 每一次好像就拆個四次 如果讓他只能拆三次好了 如果 或者只能拆四次 如果你四次拆不對的話 那你就不能拆了 你就不要用File回圈 你就不能用File回圈 那你就可能要改成File回圈了 OK 那請各位試一下 先把這個 這一題 先試著 輸入看看 OK 應該程式沒有幾行 而且蠻多地方都重複的 像這一行 跟這一行 是重複的 頂多就是把之前講過那個 if的邏輯 外面再包一個File回圈 並且要注意 BREAK 所以請各位試一下 畫面先還給各位